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啊 可家里面都要做凉白菜是不是 今天老弟给大家分享一个凉白菜红油的做法 找一个盆加入一斤朝天椒辣椒粉 再来拜基的二斤条辣椒粉 100克白鸡嘛 家里面有钱的可以多放一点 再来点高度白酒 加高度白酒有两个作用啊 第一就是趋势增香 第二就是一会浇油的时候 防止炸糊 然后锅里面烧菜籽油 直接下入大号葱姜 还有洋葱 下入以后中小火慢慢的给它炸 把香味给它炸到油里面去 在它炸的同时啊 这边准备点香料 桂皮香叶 八卷 肉扣 颠香 草果 塞奶 小茴香 还有白扣啊 用凉水给它泡一下 泡一下一会容易出味 可家里面的话 手上一样两样的 也无所谓啊 中途的时候放上几根香菜 香菜啊 最容易出味了 给它炸到啥程度啊 看到没有 葱姜已经颜色鸡黄了 开始香菜 水费已经炸干了 这个时候就把提前泡好的香料 给它怼入 炸上个三两费中 把香料的味道 炸到油里面去 炸好以后 这里面的料就没用了啊 捞出来喂狗 泼油的时候 这里是重点啊 第一次泼三费之一的油啊 就是为了让它出香味 第一次泼完 歇一歇 让锅里面的油温往下降一降 这里给你们交代一句啊 可家里面 嫌麻烦 涂方便的话 你就用这款油泼辣子 比老弟做的还好吃 值得一试 油温降下来以后 再泼第二次和第三次 第二次是为了出辣味 第三次是为了出颜色 这里一定要记好了啊 这不就好了吗 夏天了 做麻辣凉拜菜 做口水机 做夫妻废片 都挺好的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 带着你的胃 满满灯灯 学会的朋友也不用感谢老弟啊 给老弟点个爱心就行